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兰桥改建 协章桥设计地方有声音 天构破碎机 交溪成立再利用处理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宜兰县的华东 昆蒙 耀华等企业 以及警察之友会和善心人士 今天是共同捐赠了五辆警用汽车 还有二十部的警用机车给宜兰县警局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宜兰县的治安工作 一批宜兰在地企业以及善心人士 平时不但热心公益 还特别关心县内的治安 于是共同集资捐赠五辆巡逻车 和二十部警用机车给宪警局 以最实际的行动支持治安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企业 警察之友 那么关心我们的治安 支持我们的警察 那么来捐赠这些 我们的交通工具 包括我们的巡逻车 包括我们的摩托车 那么来让我们的警察同仁在实情 那么能够更有效率 更安全 县长吴泽成表示 今天各界秉持回馈社会 捐赠车辆协助维护治安 他非常感动 相信警察同仁也会善用这批交通工具 让县内的治安和交通越来越好 一定不会辜负各界的期待 我们必须来善家的使用男生其他 我们必须在治安上面 在交通安全上面 要做得更好 让治安更好 让交通更安全 更顺畅 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这么多的企业 在热心的帮助我们协助我们来鼓励我们 那这样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来回应社会的这样一个期待 你们是人民的包 所以要善其事 必先利其次 你今天要做人 你没有一台车 你今天拼去叫人 没有一台车 所以说这个 今天一个捐赠仪式 有几个行的这个意义 不但是说 去给他 完整你的爱心 完整你的用心 但是 减赶支持着 我们以来关 这个的建议案 这批警用车辆也分配给县内的五个分局 在今天正式加入维护治安的行列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还有8月15号全台大停电 造成各单位应变措手不及 宜蘭县消防局当时立即成立了应变小组因应 并也在县务会议中提出报告 县长吴泽成指示 只要是遇到类似状况不明的灾变 一律都是成立应变中心 同时医疗院所大型商场以及公共机关 也要添购发电机一备不时之需 宜蘭县消防局在县务会议当中 针对0815全台大停电 宜蘭县内轮流分区停电提出应变作为的报告 包括了成立应变小组 电梯受困抢救 轮流分区停电的范围及时间的对外消息发布等等 县长吴泽成对消防局的应变作为表示肯定 并且认为未来对于状况混沌不明的灾害 县政府一律都改成立应变中心应应 虽然我们在当第一时间 我们消防局跟公旅处具有成立应变中心 那他们对外讲究的应变小组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名称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是合乎规定的 但是为了让这个社会能够更清楚 我要求对外一律一后就是讲应变中心的成立 紧急变中心 那从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我觉得那么采取应变的防范措施很重要 包括应应协助民间发生一些问题 像关载电梯等等 那都是状况 尤其是治安方面都需要加以营营 那另外在这一次大停电的经验之后 县长也建立县内的医疗院所 百货公司以及公共服务机关等等 添购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 我会要求我们县内 我们无论从这个地主监管面 还是说这个营运面 一些比方说医疗院所 比较重要的这些县色的地方 还是比较百货 还是像一个公共的场所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自备发电机 我才不会这样一下子就突发起来 你像这次我觉得自来水他们就很好 在泥沙台风水流断电 自来水一天都没有断 为什么 他们每一个厂区都备有发电机 所以不会让他的水抽水发生中断 这样自来水就无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我们希望台电事情 真的要稳定供电之外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 营运上面安全上面 我觉得公共的场所 我觉得自备发电机有那个必要性 会中现在府一级主管也建议 针对台电轮流停电的区域 应该明确标出地区及地名 并且事先及早发布讯息 以令民众掌握因应 也避免突然停电 受困电梯的情势再度发生 宜蘭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迈入第七年的宜蘭县高中职 清函学生卓越升学奖助学金 是由沙家缅度台湾文化基金会所提供 今年总共有45名学生受贿 总金额达100万元 并也在今天举办颁奖典礼 今天在县议会举办 沙家缅度台湾文化基金会 清函学生卓越奖助金颁奖典礼 帮助宜蘭县45名表现优异的 清函学生减少升学的负担 而沙家缅度台湾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赖明堂博士 也邀请前行政院长游锡坤代表钱来勉励 我相信他这个宜蘭县城 他就特别的第一心胸表达了 第一行就是爱人 第一行就是感应 另外一个当年 都是科学苦学的 在美国家族 我相信这家伙伴很漂亮的地方 尤其是家族的 这家伙伴的地方 Sapprentum 非常漂亮的地方 我去那大城去靠城 县长吴哲成表示 青年学子取之于社会 也应该要回馈于社会 所以希望学子们要怀着感谢的心 好好向学 基金会今年也提供了共95万元的补助 让学生们在升学道路上 可以无后顾之忧 最近我们有去国外的到全国的去比赛的 如果有得奖 通通我把他邀请过来 主意的来跟他比赛 发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们如果去到全国比赛 财业方面都全国跌倒 加上我们今天又有赖博士 建了一个精神给我们的鼓励 跟实质的帮助 加上这一份的这个力量 我相信我们绝对不会顾乎赖博士 不会顾乎我们在座各位的一个期待 我们希望表现得更好 基金会及县政府希望能透过奖学金 协助优秀上进的青年持续升学 也鼓励学子孜孜不倦力图上进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希 实习记者陈浩清 采访报导 县府为了关怀县内弱势加户 结合了国际师子会 宜兰县复兴会办理了安心向学方案 将书包便当代籍餐具等爱心物资 运送到县内57所国民小学 发放给低收入户新生 并在黎明国小举办捐赠仪式 县政府安心向学方案的捐赠仪式 由社会处长以及黎明国小校长代表出席 感谢国际师子会宜兰县复兴会 以及湘兴音乐公司的爱心 在开学前将书包 便当代以及餐具等爱心物资 运送到县内57所的国民小学 并由各校老师协助发放给中低收入户的新生 很多的弱势家户他们在面临小朋友要上学的过程当中 还是显得非常多的忧心跟伤脑筋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要面临学费上的一个支出增加以外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在 在就学过程当中很多的书包 还有其他的学杂需要用的文具备品的部分 都有很多要需求的一个提供 那我想对父亲母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负担 那我们很高兴说在今年我们的父亲知识会能够在 我们听到社会处这样一个资源上的一个讯息之后 能够主动来协助我们做这个资源上的一个连结 让我们宜蘭县今年度我们总共在 所有要进入到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 总共五十七个国小里面的孩子里面 都能够获得这样资源上的一个协助 新生小一新生要入学前 其实他必须有一些准备 那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内容 可能会对这样的弱势家庭会有一些负担 他包括了制服书包 也就是他上学前要准备的这些东西 那真的特别感谢父亲知识会这边 真的很贴心的为孩子准备了 我们的书包跟餐盒的这个袋子 本会也借着这一次的抛砖引力 能够呼吁社会大众 如果有能力能够照顾这些弱势团体 我希望借这一个机会 呼吁大家能够有机会共上政局 县政府自103年起 连续四年办理了 宜蘭县政府安心向学方案 106学年度的入学弱势学童 低收入户有71名 而中低收入户有78名 共有149名 县政府结合民间单位的上款 采购了149份的书包 便当袋以及餐具等用品 提供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的孩童 让他们能够免于经济压力 也能快快乐乐的来上学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在关心到宜蘭桥的改建形式 引起了市民讨论 今天就有部分反对 邪章桥人士召开记者会 主张宜蘭桥的改建 必须要融入了在地文化才是 不要协章党式线 反对协章桥人士指出 协章桥不但经费比较高 供旗也比较长 而且也会阻挡天际线 实在不适用在短短200多公尺的宜蘭桥 协章桥它的供旗进到要多3个月100天 经费也要多2000万 甚至日澳的维修费也是多于 多于我们一般的桥梁的构型 甚至它的景观 它的景观其实跟我们宜蘭市的地貌 其实是不符合的 宜蘭桥这样的一个水路的进行来讲话 是以过去到现在 它是一个早期的水路运行的一个 水路运行的一个交通的地方 所以呢 用那么大的一个量体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也没办法真正代表宜蘭的精神 或宜蘭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再审视的 这个桥的尺度 在很多的大宿市里面 它都已经算是一个小小的桥 那么在这个小小的桥 把它盖一个这么夸张 似乎是名高的一个 一个刚够的结构体 我觉得是有点夸张的 它已经不只是协张了 而且是夸张了 他们主张宜蘭桥改建不但要兼具防洪和油气功能 而且要融入在地文化特色 如此才能帮助地方推展观光 然后呢 是我们宜蘭桥南北两岸 通行 上学 工作 油气 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那个农历五月的那个北梁准 七月的棒椎丁啊 都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再能够在盖新桥的时候呢 也把这些文化上 修计上 宗教活动上的这些实用技能啊 都把它考虑进去 统一设计 宜蘭桥其实主角是宜蘭河 那河岸的这个部分美丽 我觉得应该是用比较简洁 低调的一个结构方式来处理 他们也将意见书交给县议员薛成毅 希望他能在县议会为他们发声 将意见传达给县政府 第一个要求我们的管府 应该要有较好的行政程序 让我们在地更多人知道说 现在有要来改建 改建的方案有什么 现在的方案的比较是什么 都要清楚让我们在地所有人知道 把我们所有的行政时代 都要来关心这个事情 宜蘭新文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郊西乡有建于台风后的树枝 没有地方可以堆放 因此是赤字了168万元 填购破碎机 也成立了巨大垃圾再利用处理厂 而破碎后的墓穴可以铺设在绿美化点 既保湿又防止杂草重生 郊西乡环保工作成绩优异 105年度更获得推动执行 机关资源回收工作乡镇的优等 建于台风过后 屡屡造成县内树枝无处堆滞 郊西公所赤字168万元购置破碎机 成立郊西乡巨大垃圾再利用处理厂 一百五年都会在低碳家园的因子认识平等 这就是我们要实践 我们地团加工和一支支援回收 一个人很重的工作 尤其我们去年大概以兰关有十七极的这些红胎 造成很多这些手机都倒去断去 吹到无路坑顿 后来我们想说这也不是长久的百多岁 所以我们这每个月全都要200万 要买一台这个帮手的这个破碎机 希望做这些手机都可以做出完这个回收 公所期望借此鼓励湘民 积极的参与资源回收相关工作 破碎之后的墓穴售价每公斤0.5元 可铺设于绿美化点 除了保湿也可以防止杂草的滋生 让垃圾变黄金享受低碳新生活 我们这台新的这个破碎机 可以加差不多直径三十公的这个手 一点点可以处理2.5公斤的这个手 像这边 年三年来后我们已经处理不理解 现在不讲要存借的 我们从近期来我们都没有全部 从这个手要加掉 在这边我也接受其他乡丁的 可以从他们倒入或是等于这些手机 可以再来我们这边 我也会帮忙来处理 处理之后这些一块一块这边 我也可以买一公斤差不多五角 所以这些 封掉这些数学 你也可以拿去破炒皮 破碎 我相信在那边做被我 减减是可以做 关键的这个美观 以及做相关的这个改造 这一项巨大垃圾再利用处理厂 也提供给乡内机关申请数字破碎 全力打造健康低碳家园 友善城乡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苏澳镇的苏南路 早期都会被人乱丢废弃物 因此领务局是加装拦网来遏制 不过日前台风过境 蓝网损毁 结果又成了漏洞 另外情人节过后 虽然周遭垃圾已经打包 但却迟迟没有再走 先议员陈振南希望 相关单位赶快来处理 之前台风一吹坏 路旁的蓝网后 结果短短几个月 山坡下面马上出现 许多垃圾废弃物 真的令人傻眼 怎么会有这种没公德性的人 议员陈振南到场表示 苏南路可远观苏澳港美景 又有民众在这里休闲运动 所以呼吁相关单位 应该紧速来清理环境 同时修复蓝网 上厨的风台来来 本来有渣 都脱多 脱下来 脱下来来 这些没收法的 这些4月份出发 都把赌赌这些 吃这个 做到我说 啰嗦 死的 多多这些是对这些 路的影影非常大 非常 我身边渝官团队 顶红搜索 或是民众 民众志冈 这些渝官团队 要来出面 这些蜜蜜 穿起来 靠身又有很多忙来扎 另外在跨港大桥下 还有一堆堆 已经打拔好的垃圾跟废弃物 由于天气炎热 已经发出臭味 主管单位应该紧速来 载运处理 新闻节 在我们所有的 这个 跨港大桥 就是这 这半的跨港 可以说 很多万的 还是很肥胜的楼子 这些工作人员 肥胜的打拼 因为这些大厅到 所有的现在 垃圾都有集中 但是这些有集中的 就是 但是你没有马上 去清早的时候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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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非常 对人来 来 来 参观 细节 我希望与关团围 先把这个再处理掉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堪称生态杀手的小花曼泽兰 一旦繁衍开来 会殲灭了本土植物 连动物生态也会受影响 而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是定为小花曼泽兰全国防治日 罗东领馆处今年是选定了 壮为公馆海边自行车道举办的防治活动 9月2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小花曼泽兰是一种对台湾本土生态破坏力很强的植物 会攀附在寄生植物上快速生长繁衍 堪称是生态杀手 一旦繁衍开来不仅会殲灭本土植物 连动物的生态都会受影响 而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定为小花曼泽兰全国防治日 罗东领馆处今年选定赚为公馆海边自行车道举办清除活动 9月2日现场也会准备精美小礼品 欢迎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小花曼泽兰 夏天是小花曼泽兰的生长旺期 到10月底陆续开花结果 因此订定每年的8月15日至9月15日 是小花曼泽兰的全国防治月 更是大家共同清除小花曼泽兰的好时机 但罗东领馆处也提醒民众 发现小花曼泽兰时一定要马上将它连根拔起 并且带走销毁 避免绿癌继续蔓延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实习记者严宁轩采访报道 县内知名的信辉药厂对于抢沽活动的付出是不遗余力 而今年不但是报名参加投诚抢沽竞赛 还要远征恒春参加农历7月15的抢沽 而团队早在两个多月前就用心的练习 就是要争取最高荣誉 为了赢得胜利 信辉抢沽队模拟实际比赛 设立沽柱 涂上牛油 但安全装备一样坚固 从两个月前就开始密集训练 不论是最底下的选手 要能承担几百公斤的重量 或是产孤手要如何攀爬滑溜溜的孤注 除了自己研发技巧 就是不断的练习跟经验的累积 大概约300公斤左右吧 痛跟还是要忍耐 对啊 怎麽支持这个重量 怎麽支持这个重量 就靠医智力吧 嗯 会 非常的痛苦 我为什麽想要来练 因为很喜欢 你做头手有什麽另外的技巧 你做头手有什麽 还是练的 对 油要聚合 油 油聚合不是我们聚合油 对 因为你生管时你会知道油的性是它在哪里而已 它润滑度就到那里而已 那有技巧性的可以让它比较不会滑 虽然今年是第五年了 这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 非常的坎坷 但喜怒哀乐全在这里面 那最重要的呢 我们的秘密武器还是蝶罗汉的部分 那今年我们还是有信心 蝶罗汉绝对不会塌 贊助的信惠药厂表示 公司本身就是健康产业 当然要支持健康的民俗运动 尤其传统文化的保存也是企业的责任 所以今年更是另外增加一支搶勾队伍 信惠药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产业 那健康的产业当然要支持健康的一个活动 那参加这个搶勾的活动 这是先人留下来已久 有上百年的一个历史 那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那过去在五年的时候 我们透过林总教练的一个支持 跟一个教练的一个训练 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第五年 过去的我们比赛 曾经有参加过六场次的一个比赛 所以今年我们董事长为了 让这个搶勾的活动能够继续传承 所以不只我们姓辉原来的这一对继续在参加 另外子公司信国信耀也组了一对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承能够继续下去 团队将在9月3号出发到恒春 4号也就是农历15 参加抢勾比赛 让我们预祝他们齐开得胜 抱冠军回宜蘭 1 2 3 走 1 2 3 走 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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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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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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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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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在新闻时间之后 接着也一起来看到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明天宜蘭地区是多云短暂震雨的天气形态 降雨机率为30% 气温预测在26到33度之间 接着看到雨跃气象 以上这是今天的宜蘭新闻 我是黄竹汉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时间 再会 期下来 隔壁 更新的风筒 1个小浅 2个小幅 3个小幅 全部 有大小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